没关系 没事 没事 别这样子 你是心情不好吗 没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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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 不要哭 接到小黄司机报案的袁景赶到现场 看到喝得烂醉的女子醉倒在香道边 袁景加拉扶起来 她开始大哭 在情人节前夕 她等到的不是玫瑰花和礼物 而是男友要和她分手 23岁的她受不了打击 喝醉后在小黄上痛哭 司机不知道怎么办 只好报警 没什么大不了的 人生都要过 没什么没事 没事 好了 没事 没事 袁景鼓励女子失恋要打扮得美美的 贴心地为她打理一容 这时女子的父母也下楼来 看到女儿的样子吓了一跳 把嘴巴擦一下 失恋也要飘飘亮亮的 来 好 来 打 打扮得吧 打完加上手上 阿姨 你看有面积 我哪会把她摔起来 如果我下来 我帮你按起来 还是我扒起来 妈妈 怎么回事 好 先回家 我们先回家 好 不要哭 我们先回家 虽然情人节前夕失恋很伤心 但是有袁景温暖的鼓励和支持 让女子能够振作起精神 和父母一起回家 袁景也希望女子不要忘记了 虽然失恋 但是身边还是有关心她的亲友 冬山新闻SNG小组在高校报道 早安新闻给你满满的元气 锁定冬山新闻24小时YouTube直播 帮我们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哦